北京时间12月26日19点30分 WCBA中国女篮职业联赛第26轮迎来一场焦点之战 上海女篮主场迎战山西女篮 本场比赛 我们欣赏一下山西女篮球员刘宇彤的精彩表现 刘宇彤内线要位 篮下强攻打中2分 直接是选择掉到内线给刘宇彤好球啊 这球传球给得非常快 武彤彤传球给刘宇彤 刘宇彤持球转身 篮下轻取2分 刘宇彤顶防张芷婷 迫使张芷婷的投篮没能命中 紧接着刘宇彤又在进攻端顶开张芷婷的防守 强硬地将球打进 刘宇彤是不惧张芷婷或者刘帅任何一个人的 刘宇彤罚球线位置接球 利用非常灵活的脚步变化 轻松打板命中2分 刘宇彤内线要位被包夹 撞开一名防守球员 强硬地将球打进 刘宇彤拦下强攻 陷入到上海队多人包夹 刘宇彤抢回球权 二次进攻打进 刘宇彤本场比赛出仗26分钟 16投8中 砍下12分 8个篮板 还有两次助攻 表现非常不错